資深藝人蹦恰恰為了籌備電影資金 透過認識的朋友 介紹了一名男性金主 原本要向他借一千萬 結果對方說需要先給一百八十萬的 保證金跟手續費 蹦恰恰立即開支票 在去年十月中旬交付給他 沒想到這名男金主錢拿了 卻人間蒸發 蹦恰恰花了半年時間 找不到人實在沒辦法 才透過警方協助 在今年三月三十號到刑事局報案 但二十八號有媒體爆出他疑似 因為被炸裁 響情神 他也立即PO出自拍影片回應 來聽聽他怎麼說 表示一切都是子虛烏有 但根據瞭解 蹦恰恰這次身為被害人 梁渡到刑事局提供對方資料 因為他也公稱自己不認識這名金主 並也提供了帳戶 手機號碼讓警方做追查 警方也不排除這名男金主 從事地下錢莊 目前都還在全力追棄當中